大南瓜田公社非常特別 後來是設立後的不一樣的領域 有水產、花產、菜橫、空中開橫、溫室 裡面分別是來製造不一樣的領域 並且是向小朋友的親手來製造 過程當中剛才是背後小朋友 有這領的態度與我 也這次來讓他們退回到十分的領域 這段平均的藍色和各種的素材水果 是為在大南市瓜田區瓜田公社裡面 透過學校老師跟小朋友共同努力 所在一起的作物 主要是分身外的領域 有水產、寒產、魚菜共生園、空中開橫 還有溫室 官田國小校內就有一畝 相近四百坪的一個農地、田地 我們包含了五大場域 包含水田、漢田、魚菜共生園、 空中能源以及兩座的溫室 今年的水田因為整個漢象非常嚴重 所以官田國小超前部署 就是種植大麥 同時搭配我們校園落實與鋪滿的概念 所以說讓今年的大麥長得又好又棒 小朋友非常期待希望我們的水田能夠大麥的成長之後 能夠做麵包 瓜田國小的漸地很快 將學校到路搭配成農場 讓每一位小朋友都化身為小農屋 清新教育才能做本 後段表示 海新的山谷農水過在當中 都非常豆葉和快樂 漢田種的農作更是多元 包含我們有高麗菜 還有我們的紅公菜 還有我們的紅茄 還有我們很多的一些蔬菜和水果 包含栗子、南瓜等等 非常的多元 那小朋友常常穿梭在我們的田耿裡面 去抓蟲、施肥、除草 所以非常的好 我相信我們觀田國小 在這座幸福農場底下 每個孩子都非常的快樂跟幸福 同時我們的午餐也是吃得最好、最棒 以及最營養的 瓜田國小設計上官的庫庭 讓小朋友親心當初再見 並且在菜市場後 能夠吃到自己的生活 若是讓小朋友知道 在今總部的辛苦的過程 也要讓他們了解到 西部的來源 這一步是現實能夠用 繼續您這裡的意願點 苦彩方報道